单字jamjamjam 单字jamjamjam 好,我们来看单字jamjam 这个发音形式是怎么来的呢? 首先我们的a跟m 母音a加子音m在字尾时 它是一组v加c的组合 也就是一组母子音的组合 一组v加c的组合 也就是一组母子音的组合 也就是我们在字兰音标时 我们会由后向前母音的位置 做个下降的箭头符号 所代表母音是发出一个短母音 而在子音的地方 补上一个十字 这代表它是一个母子音的组合 也就是后方向前做个下降箭头 再替子音的地方补上一个十字 则形成一个母子音的组合 一般来说 在自然音标母子音组合时 我们前面的母音 前面的母音 则是一组短母音的发音 短母音的发音 而a的短母音则发出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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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生母音 以及母音 中间的这个音 轻生母音 以及母音 中间的那一个音 所以我们可以先念 跟 各三遍 再来 再尝试的把这2跟A组合 念三遍 再念中间那一个音 好 再搭配后方这个M M在结音的时候发辞 所以 跟 这发辞 再搭配前方这个J开头 我们就好像念 F-I-J-K的J J而不念A这个音词 只能念J 再配M 则我们念成JAM JAM JAM 好 我们再念一遍 刚刚这个发音形式是怎么由来的 JAM 下降的符号 这代表说它是一个端母音 A 再配上 有声指音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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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搭配前方这个J 发出J 所以我们合起来念 J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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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